主委 哪一個主委 大家現在很有興趣的主委 請陳主委 來 主委早 主委我想今天 看了很多的報紙 昨天晚上也看了很多的新聞 其實我自己感觸 量身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 我身為一個國會的議員 一份子 我覺得我有一點愧對國人 我怎麼樣講呢 我想在上一屆 我們很努力的做了一件事 叫做三館五卡 那個時候討論的過程 大概也討論了整整有 一個會期之多 應該是齁 那個時候你了解這整個的過程嗎 那時候我不在 但是我了解 你了解這個過程 可是我看這個整個的過程 三館五卡 是已經全部都不管 也全部都不卡了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形容 我們現在國內 所有食品的狀況 就農委會主管的部分 是國內食品的部分 那三館五卡是進口 衛生署來主管 所以你覺得衛生署做的不夠好 還是農委會做的不夠精準 我們都需要有改進的空間 這一點我必須承認 那我們也很努力的 把我們國產的這一個部分加強 來改善 可是你同意說國產的部分 是有一個 我昨天看的新聞 我看的有一點難過 好 昨天的TVBS有做了一個訪 跟我們陳院長做了一個訪問 他上面 他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他提到第一個 我們的民調調得很低 大概有百七成以上的民眾 對我們政府處理美牛的事件 是不滿意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也提到說 這個 義美公司啊 是熱心的人士去某個市場買的肉品去檢驗 我想 農委會你同意說 我們所有的這種檢驗 都有某個熱心人士 透過某個機關 就可以去公佈 然後就可以做檢驗嗎 我想我們的檢驗 有一定的實驗室認證的標準 這是第一點 但是我們對於熱心的 這個檢驗單位 我們也必須 希望他們一起來監督 但是 我想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要不要定一個標準 就是監督達人 好 監督達人只要我們去檢驗 然後超過這個標準 你農委會就要給我們一些獎金吧 我想給委員報告 我剛剛還沒解釋完 就是說 這樣子的採樣的規模 從單一個市場 或者是單一個 我今天看到媒體裡面 有幾個公司 做了整版的廣告 我看了有一點心酸 我看了有一點心酸 今天我們的政府站在哪裡 對不對 今天每一項指控 每一項東西 這種巧合 讓我們覺得心酸跟難過 作為一個國會的議員 我自己覺得很丟臉 我想跟委員報告 在一個幾家公司 都是我們CS的廠商 對 都是我們認證的 我們認證的 我們也抽樣檢驗了 在我們的被國家認可的實驗室裡面 我們檢驗是安全的 結果到別的地方去是 所以我看了這些報紙 跟媒體 我不知道 現在所有的民眾 都不知道 哪一項東西是對的 哪一項東西是錯的 我不知道要吃什麼 主委 你會跟我說吃什麼比較剛好嗎 我想現在 在政府的監控之下 應該我們的肉 豬肉 雞肉 這都安全的 請大家不用走 雞肉 豬肉 什麼 我今天看到報紙說 說連鵝肉也有問題 鵝肉有沒有問題 鵝肉在以前 五萬發現 它有使用 但是到目前 你們現在有檢驗嗎 九十 在早期 大概在 九十 九十七年九十八年的時候 有問題 有發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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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有加強去 取締或者去檢查嗎 有 有 那現在有沒有問題 現在沒有問題 現在沒有問題 你就要講啊 所以現在每天都 連環報 然後我也不曉得 今天回家應該去市場 買些什麼東西是比較安全的 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女性 作為一個媽媽 我們不曉得 我們無所適從啊 所以民調調到百分之七十不滿意 我覺得也滿正常耶 我想我們要再一次呼籲國人齁 對 我們現在經過 屠宰衛生檢查 經過我們 這一個 政府 保證出來的這些市場 流通的國產的農產品 事實上是安全的 所以只要你有貼這個標籤的 是 所以你對 屠宰衛生檢查等等 合格的 我們都可以 請國人放心 那義美前幾天做的那幾項 你要掛保證嗎 你有再去檢驗嗎 我們對於這幾家廠家 有再去檢驗 但是對於他 從單一個來源 單一個市場去買的東西 我們是一直要確認 這個是不是 代表性夠 你們有去檢驗的嗎 有 檢驗出來的結果呢 是完全 沒有 符合你的 符合我們的標準 你們花的標準就對了 是 所以我想 主委我今天提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必須要思考一件事 就整個我們在處理的過程 包括你現在忽然 要朱榮去切解 沒關係 朱榮說可以切解 他甚至說 如果發現 他 你同意說 開法三萬到四五萬 他們希望你罰到五十萬 他們都同意 你有考慮要修法嗎 我們 在這個 法律裡面 我們 第二次犯的時候 最高可以 罰到一百二十萬 他們都希望你們第一次就罰到五十萬 兩百萬 我想這個都是對國人保障一個很重要的 但是我本席不同意 你在這個時間點 說要取消這個口提疫疫苗的補助 我個人認為 我本席認為 我已經正式提案 我會要求委員會處理 你簡直在開玩笑 你這山不處理好 你再用另外一山 來這裡放廢修 這是什麼跟什麼 不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對於口提疫的防疫政策 十幾年來 我們現在發現 主委 我跟你講 如果萬一今年 我們還有口提疫 的 豬的異常 爆出來的話 我跟你說 你我們黨就要給 馬上人就要求你下台 就是我 所以不是 今天我們在處理牛 在處理這些東西 都還沒有處理好 你什麼時間 不可以把它處消 你這個時間把它處消 你覺得這個時間點對嗎 我們在列入檢討防疫政策裡面 我們發現 你什麼時候 不把它取消 你這個時候取消 人家就說 你在處分這些豬籠走 走 走上街頭 我們如果不檢討這個防疫政策的話 防疫政策你要檢討 OK沒問題 可是你這個時間點 百分之百是錯的 你同意我的講法嗎 我們在處理這個防疫政策的時候 不應該有時間點跟事件的考量 我們希望國人 我講 時間點跟事件的考量都很重要 因為 你如果時間點跟 火車的話 我們馬英九總統 就不會把美牛事件列入國安的議題在那裡討論 所以我希望主委 你雖然是學者教授出身 可是你這個時機的敏感性 你還是要有 如果沒有要我給你報仇 今天晚上所有的媒體又開始討論 說那個豬籠走上街頭你就把它取消 這叫做台雞在打狗 殺豬在幹嘛 有很多的問題出來 所以我正式 本席正式提案送到主席那邊 我請主席 我們不管怎麼講 我們先把這一波的事情先解決掉 我們不要一波未完 另一波又起 拜託給主委 你英文就處理不了 好可以吧 主席你投意 那個主委你投意我的講法嗎 我們會列入這個檢討 列入檢討 反正我已經提出整個的提案了 好謝謝 謝謝